喝不喝酒這件事情 不是一個市長該去評論 就是說趙騰雄是不是一身酒氣 蔡明忠是不是好人 郭守正是不是一個誠懇的青年 這些話你都不需要講 你只需要講說 專業上台北市政府勒令停工的原因 是因為公安可能造成的疑慮 拿出數字來告訴大家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他這個會暴露讓人家覺得說 就像主持人講的 你是不是吃軟不吃硬 今天我只要跟你願意談 然後有一些浪步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是好人 你是好青年 可是如果你比較硬的時候 我就說你這個十二不赦 然後你這個一身酒氣 我覺得這些都不必要 趙騰雄學學國守正 有為年輕謙虛的好青年 爸爸登廣告罵你 兒子就很謙卑 所以呢趙騰雄一關 一身酒氣 然後兒子呢就很謙卑 來說這個艾亞科事長 我們都唯以自從 我也覺得他是良心還有的人 但是我覺得其實這個事情 因為趙騰雄的一身酒氣 讓台北市政府變成一肚子鳥氣 才會變成說一會兒勤工 一會兒說我不分復工 我覺得建議趙騰雄 乾脆就承認我是喝了 為什麼 我到市政府好怕 一直就怕喝酒壯膽 喝了酒我才敢去 我只要被你們羞辱 已經去了三次 被你們羞辱三次 一次被罵什麼奸商 還罵什麼一個趙騰雄什麼 什麼 第二次我忘了中間怎麼回事 第三次我喝了一身酒氣 每次跨進去談判結果 都搞得烏煙瘴氣 那大巨蛋決策反覆 前後矛盾 我們看5月19號 鄧佳基向柯文哲報告進度 傳出雙方達成共識 5月20號 柯跟鄧佳基否認有共識考慮 主要是柯文哲了要斷然處置 發函勒定停工 5月21雙方展開協商昨天 遠雄就說好我們下午停工 聽你的不會抗命 5月22 說今天在會面公佈 局部復工 你市政府要做一個決策 要很慎重 尤其停工重視 哇弄得很大 因為昨天幾乎全國都要討論事 然後就又復工 那復工的原因是說 板南縣那邊大抵危險 那你在停工之前 你不想這個想清楚嗎 因為其實519的那個 所謂雙方達成共識 那個是船 那個東西 我還是替台北市政府 我要講講話 但是我覺得 與其昨天宣佈停工 今天宣佈所謂局部 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復工 不如昨天 就直接宣 局部 局部停工就好了 那因為 民眾 停工是一個行政處分 停工 停工要復工 之後 那個過程是很冗長的 大家看日月光的這個污染 大家看那個台塑六青的爆炸 大家看那個高雄 那個這個爆炸李長榮 那個復工要多久啊 所以說那個是非常冗長的過程 那為什麼台北市政府 在決定要要求 做這個行政處分之前 這個沒有稍微弄清楚一下 嗯 嗯